谢谢宋老师 各位摩克斯的伙伴 如果各位曾经在我们摩克斯的 智慧财产权咨询平台上面 浏览过我们的资料 我想大家对于我们今天所要提供的 内容应该是有所期待的 早上我们也听到来自于海外的朋友们 跟我们谈到智慧财产权的议题 这里面他特别强调授权 授权是一个非常昂贵的事情 授权如果你每增加一个授权范围 早上他说后面要多加一个零 对不对 就表示多加十倍的意思 所以这是一个议题 我当然不像我学长宋老师的悲观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比较黑暗的地方 而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在摩克斯课程的推动之前 做一些妥善的处理 就可以避免掉后面很多的麻烦 我们今天充满了热情 充满了理想 我们来参与摩克斯的这个课程 智慧财产权的议题 应该是能够帮我们来解决 或者是来让我们的课程 可以更开放的 更方便的让大家来接触 让我们真正的理想可以被实现 我个人在智慧财产权这个领域里面 工作非常的多年 那这次部里面希望我来处理智慧财产权的 摩克斯智慧财产权的这个议题 所以我们在摩克斯的直计划之下 我们去成立了智慧财产权的咨询平台 那其实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拉了我的学长 这个宋黄志的宋老师来 他在政大的科技管理及智慧财产研究所 那我们两位 其实在智慧财产权这个领域里面 大概都有二三十年的工作的经验 所以我相信我们也是充满热情 我们也充满了理想 我们认为在摩克斯的智慧财产权这个议题上面呢 我们应该可以来参与 那我今天的报告特别提出了这几个重点 就是摩克斯的智慧财产权是一个重要的观念 那在这里面智慧财产权议题呢 扮演摩克斯课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那我们要关切的是摩克斯的智慧财产权的归属 包括整个课程的本身它的权利义务归属如何 我们都要去想一下 另外在制作摩克斯课程的过程当中 大家所关切的要怎么样的能够来合法的去利用别人的作品 另外在这里呢 也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今天我们只有20分钟 我们不必期待所有的智慧财产权议题呢 都在这里解决 不过我们提供了摩克斯智慧财产权的一个咨询平台呢 希望借着这个平台让大家的问题能够通通的过来 那我们能够协助大家来解决这些问题 而且我们会把各位的问题把它转化为 其实各位的问题可能都是所有人的问题 只要你从事摩克斯课程呢 大部分都会碰到很多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面 我们做了很多的利稿 那么提供Q&A 摩克斯课程牵涉到的智慧财产权问题 就是所谓的IPR问题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 摩克斯课程呢 它不是教师上课 它是一个business 它是一个教育产业 它是一个教育产业 我们过去在课堂里面 因为它是一个封闭的课程 封闭的环境里面 课程交完以后就没有了 就结束了 所以到底教室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外面的人其实不太知道 而我们因为外面的人不知道 所以我们常常利用到别人的作品呢 反正外面的人也不知道 它到底是有没有取得授权 到底是不是合理使用呢 看起来也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外面的人都不知道 可是一旦它是一个开放课程 一旦它是一个开放课程 所有东西都要放到平台上面去 让所有的人永远的 如果你不拿下来的话 永远的接触 所以它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教育的环境 那么我们摩克斯的目的 是要让学校优秀的老师 优秀的课程 能够向全世界来做推广 而摩克斯课程里面 会用到老师的讲述 老师所做的教材 会用到别人的东西 也甚至于会包括 用到参与者的互动 讨论过程当中 所呈现出来他的作品 甚至于他会不会拿 别人的作品 来摩克斯课程里面来做讨论 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去理解的 那么摩克斯的 整个摩克斯课程的智慧财产权权 到底归属如何 也许有不同的想法 有不同的意见 不过基本上我认为 摩克斯的计划在现阶段来说 它是学校的计划 所有的团队 大概都是由学校来组成 我们要有老师 我们要有后制 我们还要有技术 我们甚至于还会在里面去用到别人的作品 这一切 今天早上我们看到 这个来自海外的朋友告诉我们 它是一个team 有多少人 它说至少三十个人 至少三十个人 所以这是一个团队的执行 而在过程当中会利用到各种不同的作品 的一个整合 那为什么说 它的智慧财产权权要归属于学校 因为它是学校的经费 虽然教育部参与了补助 至少在现阶段是这样 但是未来呢 如果要独立运作的时候 教育部不可能永远补助 我们教育部给的东西 它是一个活种 你不可能把活种当财来烧 是不是 我们自己要有备有足够的这个财 那么教育部的这个补助呢 当做一个活种 让我们的财呢 可以烧得越来越旺 让大家愿意投注 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呢 到这里面来 所以基本上 摩克斯的整个完成一个课程 它的权利呢 我认为应该是要归属于学校 不过 这个过程当中 会用到老师的及相关人员的作品 所以要经过相关人员的同意呢 把这些个别的作品呢 整合用在摩克斯的这个课程里面 因此 摩克斯的课程 它在最后的成果 都要去标示 相关参与人员的这个姓名 在这里面 那么 要怎么样来利用 作品 而且是在合法的情况之下 我通常会去谈到 用到这几个 第一个呢 是自行创作 自行创作 第二个呢 是取得授权 那么第三个呢 是合理使用 那么 谈到取得授权 早上 这个 也有谈到 要用Creative Comments 这个部分 等一下我们中研院的庄老师呢 可以给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 不过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说 如果我们今天用Creative Comments 那么 这个创用息息的授权条款里面 常常会要求说 你用我的东西 那么我愿意免费的让你来用 不过你也要相同的 你做完的东西呢 也要能够释出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思考 我们的摩克斯课程 做完以后 愿不愿意 进入到Creative Comments 这样一个系统里面 让大家来自由利用 这个恐怕 我们得先想一下 关于商业授权的利用 我刚才说过 摩克斯课程 不是.edu 它是.com 它是一个business 所以 有很大的部分呢 它会是一个商业授权的利用 可是要谈到商业授权的利用 那就是business的问题了 到底谁需要谁 理论上来说 授权利用是基本原则 不过 是不是一定使用者付费 就不一定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看谁需要谁 如果你的课程 有十几万人修课 如果你用了某一本书 你就有能力去跟出版社谈 这十几万人 如果有十分之一买书的话 那就不得了了 是不是 所以你要不要考虑 我这个课程 当作你的那本书的 一个广告呢 是不是 如果十万人 有十分之一 那有一万人会买书 这个哪一本书 可以卖到一万本 是不是 不过 是不是这样 不晓得 因为它是business 如果我们的课程 对那本书是有帮助的 我们当然可以做这样的要求 可是如果我们的课程 修的人少的时候 你要去用别人的东西 当然就必须要去谈授权 那么这一块 单独的老师 大概很难自己去谈授权 所以 为什么在摩克斯课程里面 特别强调 就是一定是学校的计划 至少 要学校的副校长 来作为计划的主持人 他主要的原因就是 只有副校长才能够 有办法去把校内的各单位呢 把它组合起来 然后去谈授权 累积这个授权的经验 合理使用在著作权法里面 有合理使用的可能 但是呢 合理使用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简单 我等一下会跟各位报告 重点是自行创作这一块 如果我们把摩克斯课程 当做一个business 当做一个program的时候 就像去做一个节目 做一 创作一本书 其实很多的部分呢 我会建议大家自行创作 那么在自行创作这里面呢 就谈到著作权法里面 用观念而不用表达 观念与表达呢 去做区隔的可能性 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 因为著作权法 或者是所有的智慧财产权的法律 它的保护是有极限的 著作权法对于创作的保护呢 它做了这样一个规定 依本法取得的著作权 它的保护只及于该著作的表达 而不及其所表达的这些思想 程序制成系统 操作方法 概念等等 它在说什么呢 它在说 当我们今天要去编制 摩克斯课程的时候 我们会去用到别人的东西 在著作权法怎么处理 它的意思是 你看了别人的书 得到的这个概念 把这个概念 用自己的文字 图 照片 去做呈现 你不要去用到它的表达 因为它这个表达 是受著作权法所保护的 文字图照片 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 文字图照片 所传达的概念 原理原则 发现 著作权法是不保护的 这是故意的 因为 创作者不能够垄断这些概念 所以当我们看了一本书 得到了这个概念 我们用自己的方式 去做文字图照片的表达的时候 不会构成著作权的侵害 因此各位想想看 我们说市面上有几本书 它的名字叫做电子学概论 第一个人把电子学概论写完以后 他可不可以禁止别人去写电子学概论 当然不可以 只要你没有用到它的文字图照片 摩克斯课程 也面临到同样的问题 我把别人的书 融会贯通以后 看了它的表达 得到了它的概念 用我自己的文字图照片 在我的摩克斯课程里面 去做呈现 我不会构成著作权侵害 那么如果是授权 去谈授权 著作权法说 可以 著作材权权权人 可以授权别人利用他的作品 但是授权的条件 非常的复杂 非常的复杂 不过 我在我们的摩克斯 智慧财产权权咨询平台上 我给各位的一些历稿里面 我把它简单化 也就是说 我们把它规范为 可以做各种的利用 永久的利用 不限方法方式的一个利用 这样子呢 会让我们在利用上面呢 比较简单 不必去考虑 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利用 不过大家要知道 约定不明的部分 推定为未授权 所以如果各位 自己要去拟定 相关的授权合约的时候 想要怎么用 将来会怎么用 要预想清楚 要不然 到时候 没有讲清楚 法律上呢 是推定没有授权的 而且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我们取得了授权 那么不是专属授权 所谓专属授权就是 天底下只有我能用 别人都不能用 摩克斯课程通常 没有办法取得专属授权 那本书 它不可能只专属授权 给我们用 它都不能用 别人都不能用 不太可能 我们通常会得到的是 非专属授权 这个时候 非专属授权 还有一件事情要处理 我们的摩克斯课程 取得授权 用了别人的作品 我们整个摩克斯课程 将来是会授权 给别人用的 至少要放在 刚才所谈到的平台上面吧 因此 这个权力人 他同意我们的摩克斯课程用 他还得同意 我们可以把他的作品 跟着我们的摩克斯课程 再授权给平台 或者是其他人来利用 因此再授权利用这个部分 必须再进一步的 在文件里面 去把它讲清楚 回到合理使用 合理使用在 现行的著作权法里面 其实它的空间 非常的有限 可是现行法里面 只说 合理范围内 教学 重制 他只说重制 他没说可以上网 而且他还有很多的 相关的这些条件 如果真正的要找 在现行的 著作权法里面 大概用著作权法52条 报导 评论 教学 教学的必要 在合理范围内 引用 已经公开发表的著作 这个引用 就不限于重制 还包括上网 进一步的 这个引用之后 可以翻译 如果你用的是外文 你可以把它翻成中文 你可以进一步的去散步 当然要著名出处 去区隔 那是我们的 还是别人的 来自于哪里 特别要强调的是 合理使用要著名出处 但是著名出处 不等于合理使用 很多的老师问我说 是不是我只要著名出处 就可以了 我说不是 你得先看看 你是不是教学必要 在合理范围内 那现在的问题来了 什么叫合理范围内 到底可以用多少 著作权法说 著作的合理使用 不构成著作权侵害 可是呢 到底什么是合理范围 他没有说一定的比例 几张图 多少的文字 他说了 有四个标准 大家自己来衡量 我们要看你利用的目的 跟性质 著作的性质 利用的质量 跟在整个著作所占的比例 还有你会不会构成市场替代 各位注意到 他没有说要符合下列标准 他说到底是不是要 审着一切情状 并应助力下列事项 他没有说你只要符合就OK 所以意思是说 即使为了教育目的 非盈利的教育目的 但是如果你太过分的话 还是不可以 即使你是商业目的 只要是合理的 他是OK的 还有 著作的性质 如果他是大学的教科书 你要在魔科室里面合理使用 难度相对提高 还有你用了多少 你把人家整本书 做成你的PPT档 当然不能够被接受 其实很重要的是 会不会只要来上你的课 就不必买他的书 如果会造成这样 你要主张合理使用的时候 并不容易 那当然到底什么是合理使用 在著作权法里面 其实他没有太明确的规范 如果你要去问智慧局 经济部智慧裁案局 他会把条文告诉你 然后告诉你说 如果这个有没有合理使用呢 他的真实点最后由法院来决定 那等于没有讲 可是坦白说 我常常这样子说 我们的孔老夫子对于著作的合理使用呢 自有研究的 在著作权法法律制度建立以前 孔老夫子说 合理使用者呢 己所不义物是一人 所以很清楚 我们的魔科室课程最后做出来以后 我们利用别人的作品 我们的魔科室课程将来 也许有人会要用我们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去想 角色故意呢 其实答案就出来了 那因为今天的时间呢 非常有限 所以我简单的跟各位做了报告 那无论如何呢 魔科室课程的制作过程当中 智慧材权权的议题呢 包三包海 无所不包 可是呢 至少我们呢 愿意在这个地方提供一个平台 来协助大家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今天早上 各位看到 我们来自于海外非常有经验的 这个专家呢 他从来不跟我们谈合理使用 对不对 他跟我们讲授权 他跟我们讲创用CC 所以我想呢 我接下来的工作呢 就一定要把它交给这个庄老师 谢谢各位